消息指一个西九反黑岛警署警长 涉嫌犯毒被捕 警方在他身上搜出大约两公斤冰毒 这名警长早前曾经参与 破获1.6亿元冰毒案 警方正是调查他 有没有扣起部分毒品转售逃离 福永恩报道 下午在西九龙总区警察总部 有緝毒犬到场 据了解警方出动緝毒犬 搜查被捕警长的工作坚和储物贵 暂时未有发现 旺角警区特别职务队凌晨池首令 去到尖东帝院酒店 搜查其中两间房 期间一个姓许的西九龙总区反黑组警长 背着大约两公斤冰毒 拍访卡进去当场被捕 警方在两间房 另外搜出大约200克冰毒和可卡因等的毒品 史值合共十几万 拘捕一男一女 分别29和43岁 据了解被捕警长一个礼拜之前 曾经参与破获1.6亿冰毒案 警方正调查他有没有扣起部分毒品 转售逃利 案件交由毒品调查科调查 消息指警务署署长邓炳强 对事件表示震怒和痛心 事案警员被扣查之后将会被停职 而近几星期 由他和同队警员处理的多宗毒品案 将会交由另一对重新检视 由善电视记者郭永一报导